-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人最前线 那今天礼拜五了 礼拜五我想准备进入周末 行情的变动来讲的话还是一个 我想还是目前维持一个多方态势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我想最近当然震荡是会有 因为毕竟来到高档 高档这个地方震荡去慢慢克服 往上的一个卖腰 我认为短线的行情应该还是持续 甚至中线来说的话 应该还是维持一个多方格局 但是问题是在一个相对高位阶之下 这里的走势 它就容易出现一个 比较剧烈震荡的一个款式 那我们从这个长期指标来看的话 一样长线 我想这个老师的每次的一个 每天的一个录影 我都会把这个整个指数的一个 长中线的一个线图来 这个每次每次去跟大家做个提醒 当然这个线图 当然它的变化不会每天变 因为毕竟是一个中线周线跟月线的东西 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现象 就是说目前的确指数持续创高 而且指标面是往上 可是问题是呢 就是说这里指数创高 但是指标没有创高 它明显它是走出一个 比较背离的一个走势 那背离会怎么样 背离不会马上跌 背离也不是跟你说 一旦背离就是开始要放空了 我想不是这样子 我想老师大概比较偏向 是一个用这个多方的一个思考 来看待现在的行情 因为毕竟目前应该说 没有明确的一个翻空讯号 好不好 就是说中期跟长期 并还没有明确的翻空讯号 只是说告诉我们说 这个位置啊 这个来到一个相对高位置 你要注意到 目前的一个变化 可能是比较剧烈的 可能动辄 一天大涨一天大跌 可能一两百点两三百点 都有可能 可是你说因为 会因为一天的行情 就翻空吗 我想不会 所以说把格局放长来看 目前这个月线连四红 它还是一个多方架构 没有改变 只是说呢 目前来到一个相对指标高 指标来到一个 指标没有创新高 指数创新高的背离走势 那你要注意到 下一次如果出现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做头或回档 那可能就要留意 会不会后面 走出一个比较 弱势往下的一个局面 这是长期来讲的话 我们要去做一个 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另外 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策略很重要 所以说还是一样 这个礼拜 每天都邀请大家 来看我的新上影音 我想你也不用到现场 你也不用到 花这个交通来 最近可能有时候天气变化 也都蛮剧烈的 而且有时候下大雨 或者是可能下午 就还蛮炎热的 就是说你也不用来 这个现场来看 看我这个线上讲座 看这个说明会 那可是问题是 你在影音上 在线上 你扫描这个QR Code 在老师的Telegram 或老师的Lightlight 里面都有表单 那你在表单里面 去填写资料 说你要看这个线上影音 那我们的助理业务人员 就会打电话给你 就是会告诉你说 注意密码 那你有密码之后来讲话 你就会到我们 轮运投入的官网 去有一个战略专区 你就看我在里面 大家讲什么东西 我想这边很重要 主要就是讲下半年的趋势 关于半导体啊 关于 LED miniLED这个区块 屏概股的部分 我大概都会去做一个提到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认为 对你的下半年的操作策略 应该是蛮有关系的 那一样 我们目前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 就是在相对低位级的表弟 我想把美绿啊 把我像荣达啊 就是我过去一个礼拜里面 一直跟大家提到 其实股价你们发现 美绿也好 荣达也好 都是一个温温往上涨的一个局面 那这边我们也没有提到 这是我之前 给大家的一份资料 那当里面来讲的话 有些股票 好像比较震荡走落了 好像5G的部分最近在休息 穩帽最近在休息 对不对 那运动纺织的部分 好像也是在一个很像整理架构 那真顶呢 比较旧的苹果派 也是还在一个打底的过程 那所以说里面来讲的话 你们看到美绿起来了 为什么 它有点不太一样 它是力讯相关的部分 最近力讯相关的部分 我想说未来一个趋势 这过往 这个苹果的一个组装 都是由鸿海包办大部分 鸿海高阶 那荷硕吃低阶 大概这样的情况 可是问题是 大家注意一个趋势 就是未来 这个中美贸易的一个 争端 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进行式 你说会不会因为 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结束 可能不管是拜登当选也好 还是这个 川普可能机会稍微少一点 可能你说这个 总统坏人做中美关系 就会开始变化 我觉得不会 可能会是一个 持续的一个进行式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可以注意到这里 可能整个趋势上改变之下的话 未来会不会 属于中国部分的一个苹果丹 就被力讯吃去了 我想这是一个重点 中国以外的给红海 中国以内的就给这个力讯 所以你看2317的这个红海 这股价也是 比较疲弱 还是在一个打底区 但是我认为说红海的股价 其实不贵 毕竟来讲的话 来到一个长期的底部区 你看这边 这里 一个底部区 我想来到这个位置 大致上再往下剧烈修正的一个机会 我认为是有限 而且红海来说的话 他的获利不差 获利来讲的话 包含像他的一个配股配息的部分 其实都是来到一个 我们说相对股价 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甜蜜的一个位置 如果说你是纯谷族 我们这样讲 你是纯谷族 对不对 我想红海是可以考虑 比如说 可是你说很多人现在喜欢纯谷族什么 纯这个台积电 我故意把这个线图缩小来看 大家就看到说 这个全貌 台积电已经找到这么高的位置了 对不对 人到这么高的位置 你说你要纯谷吗 我认为台积电是叫投机 做趋势 做方向 你说他纯谷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 纯谷就是要买便宜 买便宜 然后买殖利率比较高的 买便宜比较低的 所以红海道符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你说4938吧 合硕 合硕呢 我认为有机会 合硕跟这个3231的这个伪创 其实他都渐渐的跟这个力讯 会扯上一些关系 我想他们可能会有某一些策略联盟 那你说最近来讲的话 虽然说4938的合硕也是稍微 我们看长线都知道 你看他其实就是一个 回到一个相对低位钱 所以你说合硕 之前的回档到这个地方 我认为也是可以 长期投资或存股的话 你应该考虑 当然这种股票 老师不会带 老师不会带你去买 虹海 因为这种 这个就是你买了放了就好了 你需要需要投顾 投顾花这个会费 对不对 我们要做什么标的 我们当然像是做这种2439的这种美率 对不对 开始串起来的部分 我想这个个个我来说的话 才是老师要带会员去做一个选项 那至于目前的行情来讲的话 我想另外一个潜力产业 像是mini LED的部分 一样在我这一次的这个现场讲座 会讲得非常清楚 到底为什么要去买 跟买它会报 会用什么样的心态 不能说报多久 因为老师还都会调整 但是说这个产业 是一个低档机器的产业 我认为 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 好好的观察 压回在什么地方 可以去做切入 老师带会员 目前的一个做法 也相对没有那么积极 就是一个保守 比较借近式 你说我们一档一档做 很多人参加投顾 我觉得有一个很诟病的地方 就是说老师很多地方 每天叫股票对不对 每天都五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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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的股票二三十档 这样四十档以上 那这个做 这样做法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会员嘛 就是我把我叫的三十档股票 只要行情涨 或是行情跌都一样哦 我会不会有那样涨停板的 我会不会有那样涨个三四 五趴以上的 一定会有嘛 三十档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所有的会员 我现在两档股票 两档股票怎么讲 所以你看我每天讲龙达 每天讲美绿啊 因为我去两档嘛 那当然美绿已经脱离我成本区了嘛 龙达也大概走出来一段 大概也是有点脱离成本区 所以我现在的做法 就是我在下个这个礼拜 今天礼拜五了 我下个礼拜 我准备要找第三档 去做切入的选项 第三档准备要发动 准备切入了哦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你要去做留意哦 第三档甚至第四档 我都准备要去做一个进场 然后我做法很简单嘛 你看我不是跟你说 现在的指数是高位阶吗 那你老师啊 涨了4400点 你还要做股票 我还要做 为什么 因为短中期的趋势往上 并没有告诉我说 这里就翻空嘛 没有啊 没有翻空的情况之下 我当然做多啊 可是问你怎么做 我们的9000点 买两成买 一档股票买两成三成 买个三四档股票 就几乎满手 我想当初是这样做吧 那现在呢 我选择比较 渐进是 用一个稳健的步调 我就是一档一档做 我第一档做美律 我也跟大家讲嘛 包含像之前送资料 也都给大家 包含像我现在讲做 对不对 你只要长期收拾我的节目 基本上哦 搞不好我美律买到147 118 48 你可以买到150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觉得就是讲到前面 当然不可能讲在 我会员的前面 因为这就是会员的权利 那你说我买隆达也是一样 我买隆达 其实我就当 我大概好像当天下午的营 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就是 有去买这个mini LED 而且我是选隆达 我并不是选晶电 当然我说这两个公司 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隆达比较便宜 但是我有一个缺点 因为我说这次 所有的会员都买同一档股票 同一两档股票 所以隆达这种股票 二十几块 买个两三百张 也是觉得好像买得很累 我觉得有时候 高端会员买高价股 低端会员买一般 低价中低价股票 我觉得我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呢 现在指数涨了三千 四千四百点过后 这个地方的一个位阶来说的话 你就要留意到 目前的一个行情 我想 你重点是策略好不好 策略很重要 你贸然追高 贸然追强势股 贸然追利多出来的股票 我想这边的一个风险就会有 所以说你说 整个大盘怎么看 我看一下 整个大盘来讲的话 你要注意到 这里 我们用长期来看 这边就是一个震荡 去做一个慢慢往上的局面 所以你不要太过 把这个行情看得太空 有时候拉回一根两根 一两百点 两三百点 我都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修正 但是从整个策码价量跟时间来看的话 目前都还是一个往上的位阶 我们举一个例子 苹果可能预估10月份新产品发表 现在就拉后期 所以现在是苹果派当家的一时候 而且前段时间是由台积电 有连电去做一个连绝往上 所以你说这边的行情会有一个 很剧烈的拉回 我觉得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整个多多的格局并没有结束 只是说位置比较高 我的做法就一档当来 那可能我到最后 我买了买到10档股票 我可能后面都是赚钱 前面都是赚钱的部位 所以你要加入我 我现在已经买两档了 你说美绿跟荣达还可不可以买 我认为还是看多 那只是说你买的部分 你可以等待压回吧 因为毕竟这个我已经买进去了 你说接下来怎么办 我也不会加码 我就想说我这两赚钱之后 我做下一档 这两赚钱之后我做下一档 我就就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你随时进来 加入我的一个行列 你都可以跟上 跟上我后续的一个脚步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老师从这段时间 从11月以来带进入投股 对不对 无论带股票 无论是带选择权的策略单 你看选择权的策略单来讲的话 你去哪里找到一个胜率这么高 我10月份赚钱 这个月合约 8月合约 我也获利大概获利四五十点 不是很多 因为航金没出来 所以说你看我的获利 大概 这是之前的一个情况 胜率高不高 对不对 航金有来7月份赚559点 航金抓到了 那现在 航金还没有走出来 其实我还是维持一个 还算不错的一个 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会员 跟我操作选择权的会员没有压力 因为 就算我都是价差单 就是多头价差 或空头价差 那搭配很远很远 纽约价的这种 稍微卖一点 一口两口两三口 这样子的一个卖出卖圈 卖出卖圈 就是做个调整 所以我们就策略 就是以价差为主轴 那后面搭配一些卖方部位 比较少量的部分数量 所以你说 加入我的 跟我做选择权会有压力吗 其实不会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20万资金 如果你资金层数比较少 我觉得你可以 加入我选择权的一个会员 你说20万资金买股票 我觉得很难 因为你要付会费 买个两档股票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这边来讲 的话比较不容易 所以说 你如果20万资金 你希望能够长期操作的话 也欢迎能够加入 我选择权的一个行列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 就细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